好 那么现在沈庆金过往的案件 也一一被翻了出来 事实上她有多爱赌 2014年的时候 她身上还带了100万的港币 要来到澳门 那么当时她其实是没有申报 所以呢 遭到没收了90亿万 她非常不服 还提起了上诉 但是最终是败诉 那么现在呢 甚至还爆出了一件事 就是2018年的时候呢 沈庆金的贴身司机 是遭到控告 恐吓取材 不过大家关注的是她里头的内文 因为她的司机当时就指控沈庆金了 说本来答应要给她30万的港币 但是最后没有给 她甚至还说 我拼命冒着风险 身上带了好几趟的 几亿的港币要到外海去 但是你最终都没有实现你的承诺 给我这30万的港币 好 不过针对这起事件呢 现在检方就说了 有没有可能这起司机是一个突破口呢 因为这个讯息都显示 沈庆金跟司机是频频带着聚款出境 这背后的用意为何 也有待调查 我知道有这个规定 加上就是闹了个笑话 一谋神秘为笑 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2014年带着100万港币前往澳门 但她没有向海关申报 超额91万9000元港币 马上被海关依法没入 长期的带没有不知道 第二次口袋就摆得下就没有事了 又不是摆不下 认了长期带巨款出境 总是放在身上 安全过关 2014年神秘金将11公分厚的港币 放在手提带 被查扣 她却不服打行证诉讼 申例时 她重申不知道要申报 台北高等法院则指出 机场都有相关宣导 空服人员也会拿着申报单询问 判神秘金败诉 但根据判决 神秘金短短半年内 就出境45次 平台巨款出国的还不止自己 2018年神秘金曾提告 贴身王姓司机恐吓取材 当时司机接连传讯息 给神秘金所讨30万元港币 提到要掉我总共报几次海关 带港币又是怎么换成台币 还说手上握有照片记录 该给的是沈先生你答应的 因为那是我拼命冒着 被海关扣押制流 还被查水 更背上十几趟 好几亿币 但神秘金却在法庭上说 未曾承诺给司机 港币30万元 当时案件侦查阶段 关键的是金华城的被告 朱雅虎 也以办公室主任的身份 到北检作证 据了解检方怀疑 到中国换钱 和行贿金流 可能有所关联 另外周刊更报道 神秘金的会客记录 相当详细 他的秘书会将人事实地物 甚至细节到对话摘要 有需要就会调阅 外界不少人都曾对他的记忆力 印象深刻 如今检方扣得电脑资料 可能都将成为追查方向 华视新闻攀旋校图台北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